新闻镜头来到香港 圣诞节快要到了 香港支联会按照每年的传统 发起爱心祭天安门母亲签圣诞卡行动 呼吁香港市民向六四受难者家属 以及狱中的异见人士送上祝福 并且希望借此施压中共 早日释放大陆维权人士 支联会自本月16日起 连续多个周末日 在港岛和九龙闹市 收集市民签名的圣诞卡 寄给六四受难者家属和狱中的异见人士 表达慰问和送上祝福 希望表达到我们对维权人士的关怀 和对他们的支持 表达到我们香港人 是没有忘记到他们对民主的贡献 也就是希望给个压力中共政权 希望他们早日得到释放 支联会主席李佐人表示 中共十八大换班后 七名政治局常委的主持 令人担忧 大家看到里面是很多 老人政治当杂民的操控影子 变成如果始终以保守为主 和以保守的去宴祭 可能比较开放一些的 最后我觉得整个共产的集团 本身或者最高领动的集团 始终都是原地的集团 这是我们最忧虑的 支联会将在圣诞节前夕 将收集好的圣诞卡寄往大陆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导 现在我一直在和时 都是原地的集团 所 这一段时间 看那空也计划 和这些